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别怪小编总是和大家唠叨邪淫这件事 因为当今这个时代 邪淫实在是太多了 各种混乱男女关系 婚前性关系 手淫等等 而邪淫的结果不仅导致很多未婚者很难找到对象 即使有心找到了 也往往会各种不如意 而且还有很多已婚者夫妻也因为邪淫的关系而家庭不和睦 家庭争吵不断 冷战 离婚 最后导致孩子受苦 父母难受 此外 因为邪淫的关系 很多邪淫者的身体开始变得非常虚弱 生活已开始各种不顺 甚至连运气都变得非常差 正所谓中瓜得瓜 中痘得痘 既然中了邪淫的因 自然会在男女关系之中结下痛苦的果 那么是否有什么办法能够助我们彻底断除邪淫恶业 让我们从这无尽的痛苦的轮回中解脱出来呢 其实佛陀早就给了我们一把断银利器 它就是佛说四种决定清净明慧 佛说四种决定清净明慧的主旨为 杀 盗 淫 妄 似恶业 是人生苦难的根本 只有例行禁止才能得到根本的光明吉祥幸福 而只要我们能够参与畅映 抄写 读诵 佛说四种决定清净明慧 不仅能彻底改变受持人的因缘DNA链条 还可以从根本上熄灭 珠上恶业 转化报仇 抱怨的恶缘 并给自己带来如意因缘 今天 小编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些 师兄们抄写 佛说四种决定清净明慧后的且身体会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断银利器 是如何快速灭除血淫恶业 夜消浮现 感召如意眷属的吧 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第一则案例 我自上大学以来陆续追求过五个女孩 结果全部遭拒 感情一直受挫 一度让我觉得我命中注定是要单身一辈子 在2008年的时候 因为一次特殊的缘分 我开始信佛 信佛后我才凡然醒悟 原来是因为我造下了银业 才得此果报 于是我便开始不断的念佛 以求能够消除我的邪淫果报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在网上搜索如何求姻缘时 得到的结果是抄写佛说四种决定清静名秽三十遍后 就可以获得两元加偶 也似乎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开始抄写 每天一遍 除非特殊情况几乎不间断 一开始周围的人都笑我迷信 但我不管他们怎么笑话我 仍然继续坚持抄写 在抄到第48遍时 我的身上仍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这让我不得不开始怀疑 这个可能是骗人的 怎么可能抄金就能得良缘呢 可是 就在我要失去信心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一个纯粹的偶然的机会 让我遇到了一个比我低两届的大一学妹 更令人惊奇的是 我当时许愿找一个从未有恋爱史的好女孩 结果遇到的学妹还真是如我所愿 之后我便开始对她展开追求 一开始她还不答应 于是我抽空又开始抄写了几遍 佛说四种决定清静明慧 就在我抄写完佛说四种决定清静明慧 第49遍的第二天 她就成了我女朋友 从认识到追到只用了十天 而且恰巧就在我抄完最后一遍时 她就立马成了我女友 这种神奇的感应 非亲身经历绝对不会知道 佛说四种决定清静明慧的力量有多大 在此我想对那些一直邪淫 造下营业而单身的朋友说 如果你渴望良远家偶 你希望自己在情感上出现奇迹 那么佛说四种决定清静明慧 是绝对要去尝试的 一般来说 罪业轻的超满三十遍就会有感应 像我这种属于最重的 所以超到了第49遍 才功德圆满或至良缘 如果超到第49遍 仍然没有任何的感应 那么说明你身上的恶业 已经相当之重了 这时候就必须超108遍 才能如愿 第二则案例 有一位相识的女佛友 因为很多年都处于一个人孤首的状态 孤独久了 她就十分想找一个能与她相伴的人 所以她去找一个算卦的算姻缘 但是算卦的算了后告诉她 她的姻缘要明年才会到 但是她实在是等不了这么久了 因为从前那种孤独的日子 她已经过够了 于是她便问一位师兄 如何能使她的姻缘提前到来 师兄介绍说 唯以佛法可改 而后建议她抄写 《冷眼经》第六卷的 《佛说四种决定》清静明晦 以便先戒除导致因缘不顺的 写音业的业音 她听了师兄的话后 便开始精情抄写 每天一变 从无间隔 直至22天后 她遇到了现在的男友 因为感情发展得很顺利 所以只两三个月的时间 两个人就把婚事给定下来了 第三则案例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帖子 是说曾经有位高僧讲 每日无事时常常读诵 四种清静明晦 可以去除男女色欲 如果能够背下 更好 白日之后 不但可以忘掉男女知识 而且还可以达到身心俱旺 极为清静的境界 于是我就立马实验了一下 好像才读了三遍 结果就收到了非常惊人迅速的效果 说实话 我也是个手淫患者 我真恨透了邪淫 给我带来的危害 其他的欲望我都能控制 包括吃饭 我都可以很少吃 就是淫欲特别的难以控制 严重的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 再加上邪淫带来的果报 我快三十岁了 相亲二十次 可是每次都难以如愿 而且在事业上也是走下坡路 身体也很虚弱 虽然不得病 但是身体很虚 心里也时常恐惧和不安 这个就是邪淫给我带来的危害 希望各位师兄千万别学我 这都是教训啊 所以在看完了那篇帖子后 我抱着实验的态度 去读大佛顶首冷眼睛 四种决定清静明晦 结果才读了三遍 就有了惊人而迅速的效果 确实这个经文真的不可思议啊 里面加持力非常的大 闲淫欲望来的时候 犹如手中拿着一把金刚王宝剑 立刻就斩断了心头的淫欲 现在我自己可以控制住了 欲望来的时候不会再怕了 三遍都这么厉害 我相信再继续读下去 那将来真的能彻底斩断淫欲 而变得非常清静 与其说是一段经文 不如说是一把宝剑啊 真的非常好 从少述这三位师兄分享的 真实感应经历中 我们不难看出 抄写佛说四种决定 清静明晦的感应直迅猛 所以大家如果有因缘方面的问题 或者想消除自己的血淫恶业 不妨都可以来抄写一下 佛说四种决定 清静明晦 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求姻缘而抄写的话 有几点注意事项 是大家所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点 必须绝对相信自己一定有好姻缘 因为上天为每个人都安排了合适的姻缘 第二点 不要见一个爱一个 最后遇到的那个一定是最适合你的 如果不是你最适合的 或者是恶缘 抄写后就会自动断掉 这是好事 长痛不如短痛 第三点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只管一心修行 抄写 持戒 你的因缘便会在不经意中出现 不需要你去可以攀缘去求 第四点 一定要持手不携印戒 并且还需要这么发怨道 尽行受乃至生生世世不携印 这个怨一定要发 只有发了这个怨才能求得好姻缘 另一方面 你一旦发了这个怨 上天便不会再惩罚于你了 此外 因为有佛力怨力加持在 不如意的眷属也不会再让你遇到了 第五点 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每个人都是上天的赤子 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都是未来佛 一切外在的条件决定不了什么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更不是距离 只要你是真心修行的佛弟子 那么你就是条件最好的 你配得上任何一个人 最后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句话 众生业力不可思议 但佛力同样不可思议 现今很多师兄年龄健大 因忙于工作生活 社交圈子多年未涨 家中催婚者比比皆是 有的理犯邪淫 情感福报损耗过度 导致婚姻坎坷不断 也有的虽已结婚 但摩擦矛盾增多 最后不得不离婚收场 现在我们明了了因果 就要懂得幸福长久的婚姻 需要的是不邪淫的功德支持 只有断了不好的孽缘 才能带来好的善缘 不仅得婚姻美满 还能得长寿富贵 出言人间幸福 此外 我们要相信景点中藏着的力量 因为那是穿越时空的 超自然的力量 绝非我们反复于人可以测度 更不是现代高科技所能解释的 只要乖乖地一脚奉行 断恶修缮 自尽其义 就一定能铲除业障 没有不能兑现的果报 所以在这里 小编再次呼吁有写音史的师兄 一定要发心读诵 抄写 或者参与畅饮 佛说四种决定 清静明慧 这部经典专门对质写音恶业 如能发心抄写一百天 可让身心回归健康祥和 正气显现 可以帮助未婚者斩断鞋缘 享福盈贵 早日找到如意伴侣 已婚者夫妻恩爱和睦 家庭美满如意 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宣传 佛说四种决定 清静明慧 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 让我们共同努力地 把谐音借出 得到清静圆满的身心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 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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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